在意大利推行了15年的慢活运动 从1999年到现在 全世界已经有将近30个会员城市响应了 慢活运动有一个宣言 包括了要增加绿地和徒步区 要支援当地的农民和农产品 最特别的一点是 你要保护当地美学 意大利小城奥维托就非常鼓励传统工艺 像是家族经营期待的木雕 就因此保留了下来 一想世界要带大家走一趟 意大利中部认识美丽又艺术的慢活城市 细心地用机器在木头上雕刻 Michael Lange家族经营木雕工作室超过七代 他们居住在意大利中部的Ovieto 这里推动生活品质 还有放慢现代生活步调文明 15年前Ovieto发起慢活运动 因为这里的居民认为商业经济固然重要 但是比起大量制造的商品 他们宁愿生产有独特美感的创作 我们的车能力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能够得到 我们的产品和产品的同样 如果我们的产品不是车能力 在我们的产品中央制造的车能力 城堡和葡萄园包围着这个 在山丘上保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 Ovieto发起的慢活运动 不只是把快速城市的步调放慢 而是创造一个环境 让人好好的享受每一刻 慢活运动让人过得缓和舒服 但却不是迟钝和退步 虽然在Ovieto看不到车子 但是这里采纳最先进的科技 用电车接驳来往的旅客 Ovieto的居民已保存传统建筑 手工艺和厨艺为目标 像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传统工艺 不论是印刷还是陶艺 都在城市里小小的工作室完成 1999年就发起的慢活运动 至今已经传播到28个国家 包括韩国 土耳其还有美国 未来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 追求平稳 享和的生活